首先來關心,巴西的進口雞蛋爭議延燒,台農蛋品飆錯日期,被認定違反的使安法,開罰三十萬元。 而全聯表示,進口的蛋品已經全面下架,即日期一直到十一月十一號址,不限巴西蛋,所有的進口雞蛋,只要是消費者有疑慮,都可以辦理退貨。 連鎖超市的雞蛋貨架上,這幾天引發討論的台農蛋,還有不少數量,不過產地是彰化的國產貨。 日前台農公司將巴西雞蛋的保存日期,標示成十月五號,超過農業部所認定的四個月期限, 全聯發出聲明,強調十二號起,全面下架進口蛋品,消費者在十一月十一號前可以辦理退貨。 至於標錯日期的當事人,台農蛋品董事長圖萬財,又遭媒體披露,說自己會出面道歉,是被農業部所逼, 不過昨天他再次接受媒體訪問,澄清是被建議。 高雄市衛生局認定,台農沒有依規定完成意見陳述,決定開罰三十萬元。 我們以強烈的要求,所有的席捲業者必須依照來源國所標示的有效期限,做正確的標示。 同時我們也與衛福部做相關的聯合機查。 石藥署表示,衛福島業者做正確的標示,並規劃了加強市售雞蛋的機查專案。 針對全國販售通路,進行雞蛋的查核,查核的內容,包括雞蛋外觀檢查,還有標示的查核,那持續來強化市售雞蛋動物用藥殘留的抽驗。 也有高雄市議員質疑,買到的澳洲進口蛋標示有問題,不過農業部並沒有進一步說明,記者綜合報導。